中兴成功劫虎小米PPT首发骁龙865 明年1月上市 去年小米9说要首发骁龙85 结果半路杀出了长城 首发被联想抢去了 联想Z5 Pro JT首发骁龙85 数量虽然不多 但是按照首发的要求 超过2000度就算首发 不管雷骏有多少个理由 证明小米9才是首发 在联想Z5 Pro JT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小米9只称为2019年首部搭载骁龙85的手机 近年小米也宣布了 小米10将要首发骁龙865 而且一早就亮出了微博有所防备 就在大家摩旋擦掌 看万次王出不出手时 隔壁中兴突然冒出来 表示自己要首发骁龙865 中兴SN10 Pro 5G版是首部5G手机 比华为Mate 20 X5G版还要早 只花价格达到4999 比4G版贵了1000多元 无奈长时间离开中国市场 早被用户所遗忘 SN10 Pro虽然不错 但是没几个人知道 为了让更多的用户知道中兴手机 这一次中兴真的是拼了 强着手发骁龙865 手发搭载骁龙865的是iSong 10S Pro 没错只是多了一个S 作为前作升级版 估计是放到处理器 套路和联想Z5 Pro GT是一模一样的 中兴成功截狐 小米PPT首发骁龙865 明年 小米PPT首发骁龙865